我们传军战不是为了扩张 是为了维护和平 把这个和平留在我们这一带 下一代甚至更长远的地方 我叫次仁云丹 是西藏军区总议院雄科 副主任医师 2020年10月份 跟着西藏军区的第一批 赴钢果军的维和医疗队 到了钢果军进行维和任务 维和时间是一年 我们是在联合国 驻钢果军的一个 叫南部战区的一个 他们的办公区 我作为藏族 我下去之后 有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到了那边之后 我发现心率降得很低 而且晚上经常会睡不着 心率太低的时候就会慌 像很多蚂蚁在咬心脏一样的 我们主要是 给联合国的维和医疗人员 接着看病 我们还承担这个 新冠疫苗的接种任务 因为我是学心脏外科的 我在那边承担的 这个任务还比较多 心脏外科呢 因为急救的事情比较多 我是管ICU的 管急救室的 管那个救护车的 管病人的前接后送的 都管 第一次我们接了一个 乌拉贵的一个病人 我作为前接后送组的组长 我说我来尝试 我第一个试 我试了 我才有繁医学 穿着这个防护服 送那个乌拉贵的病人 到机场 非洲又热 整个过程下来之后 从里到外衣服 全部都湿透了 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 走上去 电波很严重 我从来不晕车的人 那一次真的是快吐出来 而且吃了那个 抗晕车的药 这个是比较有特点的一次经历 在那边刚开始开诊工作 还是很困难 所有的病人来就诊的时候 我们都是二级防护 汗水值低 把那个防护服一脱掉 里边衣服全部湿透 都是这样的 心疼的病人 当时因为情况很紧急 这个病人一催进来 我马上冲出去了 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怎么胸癌癌 我都没想过 它会不会是新冠 赶紧把它缓过来 然后开始进行这个西洋 破卖 一套操作下来之后 就是病人慢慢地缓过来 缓过来之后 心里就好了 一看 我就戴了个手套 穿了个格力衣 戴了个面皮 护目镜都没戴 口罩都是那种普通口罩 不是N95口罩 当时心里边有点虚 如果这是一个新冠病人 我估计就糟了 之后怕 当时出去根本就没想这事 我说鼓着还踢着洋静跑出去了 在钢果筋的话 最长的一次 我印象里面好像是四五个小时 它是身上长的那个人腹瘾 是一种寄生虫病 就人身上会长蛆 它手臂啊 背部啊 这些地方到处有 好多个 然后我就拿针尖去挑 一点一点把虫给挑出来 20年的六月 有消息说是有可能要去违核 都是自愿报名的 报名的时候也是很害怕 家里边人会不会有想法呀 我自己会不会过去了就回不来呀 会不会有很多的顾虑和想法 钢果筋是传染病很多的一个国家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怕传染病 但是呢 作为一个军人 违核是我们工作中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现在叫地球村嘛 我们就觉得 大家都是应该互帮互助的 我们去违核就是帮助他们 所以说后面刚刚已经没有顾虑了 七月初就开始搞集训 然后请内地老师上来 从外交礼仪呀 非洲的一些风土人情呀 商务英语呀 重点还是防疫这块 受勋之后呢 当时把这个勋章挂在胸口上 觉得很激动 觉得哎呀 这一年不容易呀 这个联合国和平勋章 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 无形当中就觉得 还想哎呀 很自豪 当时还搞了一个文艺会演 巴齐兰人呀 乌拉贵人呀 印尼人呀 然后我们这边带了一个藏族舞蹈 因为这个舞蹈是 咱们这边已经是练好了的 我就是带他们 在那个 我们羽毛球场练 如果说收获的话 我觉得眼界快乐 现在看东西呢 可能会从更高一个层面 去看问题 也不会老是去 揪着某个问题不放 我父母都是从 我们是医学工作的 就觉得哎 当个医生好像挺厉害的 所以说呢 很小的时候就有 就像搞医的那种状态 然后逐渐的就觉得 又是想当医生 又是想当军人 所以就考了 当时叫重庆 第三军医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呢 分配到了西藏区边 当时还是 我们自己申请过来 就觉得 我们作为西藏区边的人 所以我们想的是要回来 回到自己的家乡 建设自己的家乡 我儿子现在已经快十岁了 他有时候会跟他同学讲 说我爸去非洲了 你爸是维和的 什么什么的 他就会觉得 爸爸其实挺厉害的呀 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 和处的这个地方 是让很多国家的人 很多人民是羡慕的 这一圈回来之后 我是很有幸福感的 和平真的很整理 把和平一直延续下去 才是我们最需要做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